为协助企业减碳,高雄市依照各产业成立产业晋零大联盟,透过产业龙头分享减碳技术和成果,打造低碳产业链,但高雄市议员吴义正认为,只有征收碳费才能够激励各产业,以降丁成本为考量,减少制程中的排碳量。 我是觉得还是回购它的成本,所以说政府做很多,我还是认为说把那个建立制度,碳费或碳税订得更精准,让它又可以成长,大家又知道它是有成本的,它才会,那时候再来看论坛,大联盟,他们就会更紧密了。 产业减碳的部分,透过大联盟的这个组织,然后以大带小,国营事业优先的方式来进行,那我想可以取得比较快速的这个减碳的效益。 而目前环保署正推动征收碳费,环保团体则认为,碳费的订定要与国际接轨,并且可以定期调整。 台湾政府可以针对这个国际的建议来做制定,必须要有每年至少一吨是一千元这样子的抵价,并且有调生的机制,还有监管的机制,才可以确保它上入之后,再来实质的效益。 至于征收的碳费要如何运用,环保团体认为应该分配给地方政府,运用在建筑或交通等减碳作为上,让减碳的效果更落实。 地方政府是面对民众生活的第一线,那当然有很多我们十一住行,包含建筑交通的这个减碳的工作,都是需要资金的,也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来协助地方政府的投入。 我想我们会建议就是说,有一些就是再生能源的发展啊,这个部分来一起来做,那这个会是比较可行的方案。 减少碳排放,避免温室气体造成极端气候,威胁环境生态,从产业界到每一个人的十一住行,都应该例行节能减碳,才能够减少大自然反扑的风险。 记者潘志光,赖昌帮,高雄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